潛水安全的重要性 大家好 我是潛水教練 清零教練 同時也是基隆市救難協會的隊員之一 前面的這兩位 他們也是我們的隊員 在我的左手邊 是我介紹 大家好 我叫阿虎 大家好 我是阿虎 那我們這時候來這個地方 是要來跟大家說 潛水安全的重要性 那經常我們常遇到的潛水事故 可能就是因為裝備不良 再來就是因為被魚網殘到 或者是用到 氣瓶用到煤氣了 那首先我們先來講一下魚網 你當被魚網殘身的時候 我們所需要的一些裝備與配備 首先我們先介紹我們的醫療性的剪刀 這醫療性的剪刀 它很容易就是把魚網剪掉 你針對一些比較細微的像 比較像流刺網類的 很容易就切掉 那另外一種叫做三葉蟲刀 三葉蟲刀它有一邊是鋸子狀 一邊是刀片狀 那刀片狀你只要往前往上割 刀片狀往上割 它就割斷 那鋸子狀也是針對魚比較粗性的線 它來做切割會比較好切割 那另外一種叫潛水刀 那潛水刀它有分好幾種 這一種也是一般的潛水刀 有鋸齒性的潛水刀 那下面它有一個小鋸齒 這個小鋸齒就是讓我們切割所有的魚線 這些東西都是可以保命我們自己 我們平常在救難隊的時候 也有做一些基本上的訓練 當我們訓練過當中 我們是用三葉蟲刀去做魚網的切割 當潛水員被魚網纏住的時候 纏到所有的零零角角的地方 像氣瓶啊 我們的調節器啊 這個部分來講 纏到身上 但是你不要去掙扎 你越去掙扎 它就越來越緊 越來越緊 纏的就越來越多 那這時候就是保持冷靜 當你保持冷靜之後 等待潛伴 或者你有這些裝備的時候 你就拿這些裝備先自我自救 那自救完了之後 在我們的潛伴 再來幫助你 在做脫困的動作 如果大家能遵守到一些安全規則 有潛伴制度 不要獨立潛水 單獨潛水 那對你的潛水安全 一定會有很大的保障